小時候好像有被 其他班的女生討厭之類的 就是覺得 為什麼男生都喜歡你這樣 就是排擠啊 就是好像就把你當空氣板 我還記得有一部戲的導演 對我非常的嚴格 他可能會罵一些髒話 正在是29日出席活動 即日台台新劇 都市聚集 陰太美 流活上升 現實生活居然也遇過 小時候好像有 好像有被 跟其他班的女生討厭之類的 就是覺得 為什麼男生都喜歡你這樣 然後我就很無辜啊 就是排擠啊 就是好像就把你當空氣板 你男生覺得太棒了 我猜 可能是某一個他喜歡的男生喜歡我 我猜啦 或是你太漂亮要帶人被搶走 好像還好 可能是 我不夠漂亮 我要檢討 我還記得有一部戲的導演 對我非常的嚴格 但我現在很 就是 很感謝他那時候罵我 你會罵他 沒有 沒有 我很緊 還蠻堅強的 我回家再哭 他可能會罵一些髒話 但他不是對著我罵啦 就可能自己在生氣吧 應該不會是 再說的秘密的導演吧 不是不是 提拉娜十歲女兒 已經大大會上網查媽媽的名字 查了點名字之後 有問題是不問題 還小的時候會問一些 比較有趣的問題 譬如說 媽媽 你怎麼跟別的男生抱抱 你為什麼可以親別的男生 他看到的男生是誰 我不確定 可能是無客訊 因為那個MV 會 所以講過媽媽是誰 會 但還好喔 因為他班上還有其他的 女明星媽媽 所以喔沒事 對 誰 嗯 他會繳勁 不會 我媽 我媽媽比較漂亮 我媽媽比較厲害 不會 你們今天怎麼這樣 我在家裡其實蠻搞笑的 就是 是一個抽獎 有的時候 我女兒在那個 看卡通的時候 我會故意就擋到她的面前 然後跳那個Baby Shark 他就這樣 叫我走開 哈哈哈哈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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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